大家好,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羊是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之一 每次提到它,我们脑海里总会想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陷牛羊的壮观场景 又或者是在一些小山坡上零星散放着一些羊 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羊群也是比较温顺的 今天小编对大家介绍这种羊被称为世界上最神奇的羊 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栖息地脱离常规羊群 没错,它们便是传说中的洛基山羊了 这种山羊主要生活在北美洲的西北部 由于此地地处洛基山脉附近 因此被人们命称为洛基山羊 洛基山羊在平时里喜欢触摸在高耸的悬崖峭壁之上 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生长在悬崖的草类 因此说它们一生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 一点也不过分 从小它们便跟随着羊妈妈在悬崖峭壁上奔跑跳跃着寻找食物 因此也练就了一身的本力 不过之所以它们可以在悬崖上跳跃自如 这跟它们的羊蹄的构造是密不可分的 谜底就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羊蹄子 它们的蹄子构造特别适合这样的生存条件 蹄子的底部相当有弹性 一圈突出的外缘和一块柔软的内垫 依附在蹄上 这样的构造可以使得它们的蹄子相当耐磨 即使在广滑的地面也能够依靠体面产生的摩擦力 站稳脚跟 有效地避免了落鸡山羊在悬崖峭壁上活动时滑倒 这个原理和登山靴较为相似 在动物界 有能力攀岩到如此险峻高大的峭壁边上 不是生存 估计也只有它们了 因此在这样的生存条件和能力下 几乎没有天敌可以制裁它们 对于它们来说 悬崖本身带来的危险更为重要 比如滑坡雪崩等 但生长在这里有利有弊 因为这里有着足够的青草供 它们任意食用 没有动物和它们争抢 落鸡山羊能够在悬崖峭壁上生存 估计也不单单是依靠它们的蹄子 还有它们自身反强的生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